大家好 有任何的问题啊随便检查 检查完之后呢 他把牌这样子像这样走 第一步他把牌放在桌上 放在桌上这 那一张牌是立起来 一张牌是这样斜的靠住的 为什么要这样 这样斜的靠住他 他就有一个平衡点的位置 就不会倒下去 但是这个魔术厉害 就厉害在 打个响死之后呢 来打个响死之后 把这张牌踢开来 是的 你没有看错 也没搞错 也没有听错 他立在上面 有人说你这个下面是不是有胶水 那我们把牌反过来 来反过来 有没有胶水没有任何胶水 有人说 那你这个破坏一个位置 来我们一个位置移到这里来 有没有问题 好再移到前面去 移到前面来 也是没有问题 那有人说没有胶水 他为什么可以立在上面 那这样子 如果你没看清楚 我把牌撕小一点 挑战一下高难度 就增加难度 好撕小了对不对 好撕小了就像这样走 这一半不要 只用这一半 来第一步一样的跟刚刚一样 放在桌上打个响子 那就可以把它立起来 立起来 是的你没有看错没搞错就立起来 有人说能不能让这个 撕的这个面向下 为什么 因为撕的这个面 是肯定不可能的道具 是刚刚撕的对不对 没问题 好来撕的这个面向下 OK 看到没立在上面 有人说 是不是真的有胶水 我用手机来碰一下 一碰它就会倒下去 好证明它没有任何的胶水 那这样子有人还是不相信 不相信的话 我再把牌撕小一点 这样够小了对不对 好够小了 好很小了 已经不能再小了 再小的话就没法变魔术了 来看一下 好会倒下会倒下 来再看一下 会倒下没关系 打个响子之后就不会倒了 好打个响子之后 好来看一下 打个响子之后 诶 看到没有立在上面 有人说再反过来 没问题 好再反过来 反过来 看到没有立在上面 这手一碰就会倒下去 证明它是没有任何的胶水 是不是 非常神奇 非常不可思议 大家猜测一下 这个魔术怎么做的 在评论区留言 之所以要看待这个魔术的朋友们 2020心想是谁